师父 师娘 别这么叫我 多不好意思啊 礼仪不合废 你们两个怎么又来了 还想要怎么样 师父 是带兄让他们父子俩来这里给师父打下手赎罪的 那正好 我这里保安和保洁的职位还空缺呢 就交给你们父子俩了 姓业的 你不要欺人太善 既然不愿意 那就滚蛋吧 好 我们干 十三先生 出事了 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了 姬生堂在咱们医院门口进行免费一诊 据说还请了立科老中医的儿子来站台 这个混账东西 我这就去找他 慢着 姬生堂这是在跟我打雷台啊 既然如此 咱们就给他这个机会 吩咐下去 咱们今天也免费一诊 做诊的是立科老中医 你没意见吗 师父差遣 弟子自当尽力 太欺负人了 要不是爷爷给他撑腰 我非弄死他不可 有些事得想办法去做 用嘴是说不死仇人的 可爷爷是不会同意咱们动他的 你怎么这么死脑筋 谁说咱们要去动他了 联系你小舅 让他出山一趟 对啊 我怎么没想到呢 如果小舅出手 那个王八蛋不死也得要存疲 这位就是立选财先生吗 没错 你看立先生一出面 你那边还有病人吗 我们那边也请了一个很有声望的医生 你能请来什么样的有声望的医生 哪个村里找来的神医啊 大家快来看啊 阳光医院的人说 立科老中医在那边坐诊 咱们快去看了 什么 立科老中医 开什么玩笑 我父亲怎么可能去狗屁阳光医院坐诊 他老人家一向最讨厌这些 为了追求利益不择手段 没有底线的私人小医院 哼 我倒要看看 是什么人竟然敢冒充我父亲 竟然让人冒充老中医欺骗患者 这种行为简直太卑劣了 我这就去当众拆穿他 要不要这么狠 我们不但要去当众拆穿你 还要去卫计委投诉你的欺诈行为 你就等着关门吧 那我等着你 哪来的老骗子 竟然敢冒充立科老中医 你等着坐牢吧 你给我闭嘴 真是立科老中医 这怎么可能 父亲 你怎么在这里 哼 你来这里干什么 原老先生让我来帮他坐诊 你觉得你的医术比他更高明吗 儿子惭愧 既然你的医术并没有他高明 那他为什么要请你来这里坐诊 因为 因为他想要利用利家和您的名望 来为他的医院拉名警 儿子知道错了 师父 是我管教不厌 选子给您添麻烦了 不麻烦 不麻烦 哼 尽好自己被医者的本分 自然会有病人去找你 用这种手段 不觉得很瞎做吗 呦哼 我好心好意的免费一诊 都是为了患者考虑 怎么就瞎做了 既然如此 那你为什么不在你们寄生堂一诊 为什么要把摊子 置在人家阳光医院的门诊外面 这个 就是啊 这摆明了是针对人家阳光医院吗 以前还一直叫他原神医呢 没想到他竟然是症状的人 这人品确实差了点 以后我再也不去寄生堂了 哼 我们走 十三你陪我去见一个朋友呗 没问题 诗言你怎么把他也带来了 你不会真喜欢上他了吧 他是我老公 我喜欢上他 不是什么罪过吧 我就知道你对他有了感情 让我说你什么好呢 不过是跟他假结婚套房子而已 你怎么还把自己给套进去了 现在这个社会 经济实力代表一切 连前屁都不是 难道你就甘心过一辈子倾听日子吗 还有夜十三 你是不是找不到老婆 非要缠着我们家诗言 我就是缠着诗言怎么了 人诗言喜欢我缠着 爱你什么事了 哼 真不要脸 一个剪破烂的 有什么可豪横的 真不理解诗言怎么认识的你 新遇上认识的呀 还是诗言主动追的我呢 你别胡说 别不信哪 担心我们诗言被你骗了 我人品咋样诗言比你清楚得多 还轮不到你在这里指手画脚 你待在完全不属于你的世界里 不会自卑吗 我建议你最好自己离开 为什么我离开 你是觉得你很牛吗 哼 不好意思 那我告诉你 我也不差钱 哼 你在我面前装什么装 你的底细我还不清楚吗 以你当护工的收入 什么时候能买得起这里的别墅 我在这里真的有别墅 那你知道这里的别墅多少钱一栋吗 我没有跟你开玩笑 这么说 以后咱们都是邻居了 那你不带我们去你的别墅瞧瞧吗 离得有点远 你这里太偏僻了 走吧 我们家在松湖一号 你怎么不上天呢 你知道松湖一号是什么地方吗 而且松湖一号根本就没有对外出售 据说建成后就留给了一位大人物 你竟然敢说你买了松湖一号 小雨 她说的是真的 诗言 你怎么会变成这样 我都有些不认识你了 以前你可是最讨厌那些满嘴放空泡的人 我们真的没有胡说 为什么你就是不相信呢 行 既然你坚持 那咱们就去松湖一号 看你们能不能把门打开 开门吧 土豪 两口子配合的还挺像那么回事 演练过很多次了吧 怎么 打不开吗 是不是在搓钥匙了 用不用我陪你回家去啊 行了 别说了 给诗言留点面子吧 诗言 你说你跟我装有意思了 咱俩谁不知道谁 给你台阶下 你不要 非得把脸丢尽 先生 太太 你们回来了 小区物业刚给配换了最新款的密码所 我还没来得及通知您 没事 两位里面请吧 诗言 刚才真是不好意思 我绝对没有恶意的 不用解释 咱们这么多年的友情 我还不了解你吗 对不起 以前是我对你有误解 没关系 不用放在心上 十三先生 出大事了 到底怎么回事 我们的矿岛爆炸了 有人员伤亡没有 出事的时候 正在进行瓦斯检测 下面没有工人 只有两个安全员 想尽一切办法救人 我这就赶过去 出什么事了 西岭煤矿发生了爆炸 情况严重吗 舒奇是不是要承担责任 跟舒奇没关系 其实西岭煤矿现在是属于我的产业 拥有一座煤矿 这个被我看不起的上门女婿 是怎么做到的 所以舒奇能被西岭煤矿 拼为副矿长 其实是你的安排 没错 之所以瞒着你 是因为我怕你担心 我不想让你欠别人 那么大的人情 吴东来只是借花献佛 做个顺水人情而已 他那么精明的人 可能做亏本买卖吗 无非是看中我的医术 想给他自己买个保险 你就是夜十三 是谁派你来的 听说你身手不错 来跟我过两招